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病毒威胁消防员的健康 加州又将面临险恶山火剂的新闻 新冠病毒持续传播对于消防员的健康造成了威胁 经济瘫痪更是影响郊区消防的工作 当局警告加州将面临险恶的山火季节 北加州今年发生大火的可能性高于正常水平 南加州的几率也不低 消防当局越来越担心届时是否有能力可以召集大型健康部队来灭火 过去联邦政策是扑灭煤气火灾 但是近几十年来只要不对公众构成威胁的火势 都将让其自然蔓延 现在联邦 加州和县级官员都敦促 采取闪电战的策略 所有火灾都需要尽快的扑灭 但是该方式将会严重依赖消防飞机 病毒持续传播影响各消防层面 包括囚犯消防员配置在内 加州林业与消防局发言人莫勒坦言 病毒已减少加州可用的消防员总数 疫情更是造成了预算的短缺 各地消防单位正在承受严重的压力 蒙特雷县消防员工会近期同意工资削减10% 避免裁员和强迫提前退休 美国赃费协会志愿医生巴尔姆斯表示 山火烟雾是碳基颗粒和刺激性气体混合 人体免疫系统正在忙于与外来入侵者斗争 进而减少和新冠病毒战斗的弹药 前线消防员反而更容易被感染 再者消防员因为担忧触摸口罩而避免饮水 进而增加了脱水的风险 他们还比平常乘坐更多的车辆 以确保维持一定的距离 也会增加车祸发生的可能性 消防员用餐与公众保持社交距离执行上也有困难 在山火紧急情况之下 各机构间共享设备等日常工作 很容易违反防疫准则 下面来关注一下财长声援马斯克 特斯拉欲更早重开加州工厂的新闻 5月11日财长姆努钦在接受采访时 声援了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称加州应该帮助企业重开工厂 姆努钦表示 我同意马斯克说的 他是加州最大的雇主制造商 加州应该优先竭尽全力解决健康问题 来帮助特斯拉迅速安全地恢复生产 特斯拉在加州弗里蒙特的工厂自3月23日关闭 近期马斯克希望推动工厂重开 但却遭到了地方政府的阻力 特斯拉周六在旧金山联邦法院 向工厂所在的阿拉米达郡提起的诉讼 称自加州州长周四表示 将允许该州的制造商重新开放以来 该郡的持续限制是全力争夺 马斯克还威胁称 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纠纷 会把工厂迁移到其他的地方 周六阿拉米达郡监管 弗里蒙特地区的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地方政府正在和特斯拉协商 计划在5月18日重启工厂 届时密西根的汽车工厂也将陆续复工 但是马斯克仍然希望可以更早的复工 下面来关注一下 赌城房屋销售因为疫情快速下降的新闻 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拉斯维加斯的房屋销售快速下降 房屋建筑市场整体萎缩速度甚至更快 内华达州南部和全国其他地区 也陷入了另一场经济灾难 疫情导致失业人数暴增 拉斯维加斯房地产销售虽然尚未完全枯竭 但是通常繁忙的春季销售旺季早已经降温 拉斯维加斯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4月时共有1971套独立户住宅交易 数量远比3月时下降了28.5% 房屋建筑市场整体萎缩速度甚至更快速 一般新屋比转售屋交易要更昂贵 但是销售量更少 内华达州南部建筑商在上个月 共签署了459份新屋销售合同 较3月时下降56% 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下降降低房主借贷成本 有助于房地产市场 但是疫情导致买卖双方却步 目前还不清楚房市何时会再重新复苏 内华达州不断攀升的失业人数 已经耗尽潜在购物者 经济何时重新开放仍然是未知数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 嘎那电影节被取消 让影迷们感到难过的新闻 嘎那电影节主办方表示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 电影节将不会如期在5月举行 并表示正在考虑几种方案 包括将电影节推迟到6月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之一 嘎那电影节原定于5月12日至23日举行 声明表示 在全球卫生危机的时刻 我们向新冠病毒受害者表示慰问 并向所有抗击该疾病的人表示声援 嘎那电影节不能如期举行 从5月12日到23日 为了维持电影节的正常运作 有几种方案可供考虑 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嘎那电影节 的展期简单的推迟到6月底到7月初 那5月中旬呢通常是嘎那居民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 来自世界各地的名人纷纷前来参加嘎那著名的电影节 但是今年却不是这样 嘎那电影节外面变得光秃秃的 没有海报 台阶上的红毯也是引人注目 70多年来这些台阶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电影人和演员的欢迎地 今年是该电影节历史上第三次被推迟 第一次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那第二次是1968年法国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 嘎那电影节是一系列被新冠病毒取消的电影节之一 给该行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 法国节日组织机构上周表示 由于经济危机而取消的节日 可能会造成23亿到58亿欧元的经济影响 嘎那居民表示 他再也不会在电影节期间勇敢地面对人群了 疫情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很多事情不仅会改变我自己 也会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 下面来关注一下上海迪士尼乐园重开 公主和超级英雄集体迎客的新闻 5月11日在停业三个多月以后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今日重新对公众开放 这也是全球第一家恢复开源的迪士尼 目前首周门票已经售庆 今早在乐园正式开源之前 一场特别的庆祝仪式 也在换赏春季新装的花样米尼花坛前举行 来自乐园各个主题园区的演职人员 和受邀的迪士尼粉丝与嘉宾一起 加入米奇和他的朋友们 达菲和他的伙伴们 漫威超级英雄 迪士尼公主 玩具总动员的伙伴们等 30多位迪士尼朋友 共同见着这一重要而特殊的时刻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以及总经理薛义俊表示 自3月初迪士尼小镇 新院公主和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挥国运营以来 来自广大游客和迪士尼粉丝们的热情和鼓励 让我们备受感动 今天在我们的演职人员和各方的不懈努力和支持下 我们非常高兴重新开放上海迪士尼乐园 共同铭记这个充满欢乐的时刻 期待和欢迎游客们回到这个神奇的地方 根据了解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当地监管部门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放事项上 保持密切的配合 在恢复运营初期 上海迪士尼乐园将实施一系列新的运营举措和流程 包括实行限流 要求游客提前购票以及预约入园 在乐园内的排队区域 餐厅 游乐项目和其他设施安排安全距离 以及增加卫生消毒的频次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我们下期再见